这会儿啊 不管对方律师怎么记你 你都不要激动 我知道 虽然说对方可以提供 心理健康报告 但也不能对他之前 忽略孩子种种心情进去开拓 你就放心吧 这回咱们一定是万无一事 好 来了 好 别看了 杨恩是故意带孩子来的 让你看 火锅 烧烤 啤酒 冰淇淋 我们这的厨师是不做这些的 我们做的是月子餐 要不就啤酒就一口行不行 开啤酒 师哥 怎么样 官司赢了没有 年轻人 齐律师 这官司怎么样了 你把司翊叫来 我要去机场 这时间还来得及 您不是还要去趟月子中心吗 不去了 好 妈 其实晓明这孩子还是挺好的 是啊 过两天那个 我们不是要去参加亲子吗 户外活动吗 咱叫她一块儿去吧 妈 妈 童童的眼睛长得不像我 长了一双莫名的眼睛 长大个怎么办 女性眼睛长得很难 你撤诉了 我猜到了 可你要想清楚 你要再想争夺抚养权 就没那么容易了 她把童童的探视权还给我了 她把童童长大了 这小孩子长得确实快了 变样了 我都差点没认准 童童长大了 亲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我确实是个软弱的人 那次看见童童 在她妈妈的怀里睡得那么香 那么踏实 我怎么忍心把她们分开啊 你对童童的爱 并不软弱 我跟你说啊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孩子不跟她就对了 这种优柔寡断的男人 她活该 她为孩子割舍那么多 她那么想要这个孩子 我真的看她心都碎了 不是 你同情她 不同情我是吧 你有什么好同情的 你过得这么好 你知不知道我在她身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和多少精力啊 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 这种软弱也不是过错啊 我困了 不要说了 现在在几点啊 你就困了 累了 行吧 你睡吧 好 晚安 晚安